結腸鏡檢查準備結腸鏡檢查前24小時 未必需停止食用所有的固體食物 這包括水果和蔬菜或任何形式的固體食品 包括加工食品 魚麵包或肉類只能喝清澈的液體 這類子的釋放置在透明容器中 時會呈現半透明的液體 包括水、蘋果汁、檸檬水 過濾過的雞湯和運動飲料像是Gaterate或Mucosate 都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這些飲料中含有的糖和鹽 以及所有必要的電解質,以防止脫水 也要服用三個劑量的強力四藥 PicaPrap每一小袋混合150毫升水 並攪拌30秒,然後再液到兩分鐘內喝完 月檢查牌在早上第一個劑量的PicaPrap 要在檢查前一天下午2點時服用 第二個PicaPrap在檢查前一天下午4點服用 第三PicaPrap即在檢查前一天下午6點服用 第二個PicaPrap在檢查前一天晚上8點服用 檢查當天早上6點服用第三個PicaPrap 7點過後便要停止進食再服用每個PicaPrap之間 飲用大量的水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可以幫助刺激腸魚動 以清潔腸道 建議每個PicaP間飲用至少500毫升的水 水渦個月多PicaPrap刺激腸魚動及清腸的效果愈好 這樣潔腸鏡檢查的視野才會好 才能避免流汗微小息或癌病造的機會 在PicaPrap發揮藥效前 輕微的腹脹和敬離不適是正常的 要確定當藥效發作時你人在家中 或是至少來廁所很近 檢查前一天你會接到電話 告知你檢查時間 結腸鏡檢查前6小時不可以再檢查當天的早上 你還是可以吃平常服用的藥物 但是要注意只能用很少量的水吞服檢查 檢查開始前1小時抵達醫院通常在檢查 檢查開始後3至4小時可以出院 當你到達醫院時 醫院會向你介紹你的麻醉絲和外科醫生 再正式麻醉前 若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 整個檢查過程你都是水準的 對檢查過程或疼痛應該都不會有任何記憶記在檢查中 麻醉師和麻醉護士會密切監測你的情況 結腸鏡檢查後 你將在麻醉恢復室中休息 在醫生和護士物業的監控下 等待麻醉退去並從麻醉中梳醒 頭昏、惡心、腹脹或經理腹痛 是麻醉和結腸鏡檢查上的副作用 很快就會恢復 檢查完成後 你必須由家庭成員或朋友陪伴乘車離開 在全身麻醉後 不可以自己駕駛或操作機器 現在 雪梨有六家醫院 你可以任意選擇一家為你提供檢查 你可以直接在網上登記 或通過電話與我們聯絡